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2月20日,星期六 我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疫情 疫情的情况呢,现在各个国家都在急剧的下降 我这两天呢,关于这个疫情的情况我都跟大家报告了 像英国还有美国以及加拿大这个疫情下降的情况 那英国呢,19号就是昨天的时候 他们的日增是12,027 美国的日增呢,是78,018 稳步下降的这个形势呢,令大家是非常的欢欣鼓舞 就觉得说这个疫情呢,可能很快就结束了 各个国家呢,也在准备着当疫情结束的话 经济的重启问题 但是,这一次英国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慎重的 可能是因为英国的首相就是说 他死里逃生一次 他现在对这个病毒是非常的重视 英国就有一些人主张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解封了 但是英国的首相就是说 我们还不能 虽然说现在一直在下降 可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增都有超过一万 他说只要我们超过一万,我们就不能解封 我们要等到每一天低于一千的时候,我们再解封 看来这个英国呢,这一次还是比较慎重的 好,关于这个跟疫情有关的 我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件事呢,就是关于中国现在实行的钢柿子的情况 所谓的钢柿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烟柿子 鼻柿子,对吧 烟柿子就是从你的烟口里面取出来的这个样品 鼻柿子就是从你的鼻子里 那钢柿子就很简单 就是从人的这个钢门取出来的这个样品来进行检验 中国现在就发现 病毒在人身体里面会隐藏的比较深 如果它隐藏的比较深的话 你从口腔,从鼻子,你是得不到它的 你要是得不到它的话 那你即便是检测你是阴性 并不说明你身体里面就没有这个病毒 但是,尽管这个病毒它不会在你的嘴里 不会在你的鼻子里 但是,我们每一天 我们人都是要排泄的 那随着人体的这种循环 它怎么着都会经过这个排泄通道 所以中国现在就发明了这种检测的办法 用这个钢式子 但是钢式子 它不像嘴巴,不像鼻子 它是人体比较一个私人的部位 比较隐私的一个部位 那你比较隐私的一个部位 当取样的时候 就得在一个比较隐私的环境 因为隐私不隐私的 你只要说你能在隐私环境里面取样就行 能够理解这个,能够配合这个,也能解决 但是,现在就有一些西方国家 他们那些外交人员呢 或者是什么人员吧 主要是那些外交人员,那些官员们 当他们去中国的时候 他就认为说,中国 你要求我来取这个钢式子 尽管到那种比较隐秘的一个地方 能够保护你个人隐私的地方 但是他仍然认为 这种形式对他们的尊严来说 是一个侵犯 现在美国有一些外交官 那些官员 就对这件事情呢 就非常抵触 对中国政府进行抗议 觉得这也侵犯了他们的尊严 要求中国政府 不得来对他们采取这个钢式子 那中国呢 就比较坚持 因为这是一个大事 那我要不对你检测 那你万一 你是一个感染者 你到了中国以后 你身体里是有病毒 那你传染给我们的人民 我们不能承受这样的后果 所以中国现在还比较坚持这个 但是呢 美国是相当的抵触 那些外交官就抵触 那现在这种抵触情绪 会从美国传到英国 然后他们那些 就觉得他们好像高人一等 我就觉得这个吧 他们就是一种找事 我就不明白了 这是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操作呀 那你要是得了痔疮的话 我就不相信呢 你不到医院里面去看吗 那你要得了痔疮到医院里面去看的话 那医生不要求你把裤子脱了吗 检查你的隐私部位吗 我曾经还做过长镜 那你做长镜的时候 不也是从你的下边 然后进行操作吗 怎么你在你自己国家里面 你看医生的时候就能接受 现在在中国你就不能接受了呢 就想要搞特殊 我就觉得这是他们的那种 白人至上的那种优越感 让他们有了这种情绪 这就是一种情绪 他们口口声声的说 人权啊 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啊 但是在他们的内心的深处 但是他们就是高高在上的 他们并不认为 他们和亚洲人和黑人就是平等的 有这么一件事情就能够看出来 我希望中国不要因为他们给的压力大 然后就得他们让步 我一直都是说 中国一定要坚持做对的事情 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要坚持去做 这点要跟脸书学一学 你看脸书就是 脸书就认为说 我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还得给你交钱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你澳大利亚理解这件事情 理解的不对 脸书不惜得罪整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 就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新闻 澳大利亚所有的用户 几千万的用户 他们的新闻全给屏蔽了 比如他认为这是一个对的事情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